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编织课堂,我是BingoGaga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款简单又好看的夏日遮阳帽 那么用的是这种叶子棉,这种线用来勾包,效果也是非常棒的 它不像棉草拉菲线,那么硬,很软的一种线 勾针,主要是用的5.5毫米的勾针 那么起头我们用4.5毫米的来起 接下去我们就进入课程 起头我们用4.5毫米的勾针,先勾五帧锁针 1,2,3,4,5 然后我们收尾引拔 接着我们换5.5毫米的勾针来勾 先勾一针起立针,然后呢在这个环形里面我们勾一针短针 接着呢我们勾5针长针 1 2 3 4 5 接着呢我们就 将这个花形再重复三次 这是第一次 后面再一针短针,5针长针,一针短针,5针长针 再勾三次 最后呢我们在第一针这个短针上面引拔 第二圈我们向左先引拔三针 1 2 3 引拔到中间这一针长针的位置啊 5针长针的中间 然后我们勾一针左针 1针短针 接着我们在这个上一圈短针的地方呢我们勾 3针长针 1针锁针 3针长针 那么这一圈的规律呢就是这样的 我们在5针长针的中间这一针上勾短针 在短针上呢勾三针长针,一针锁针,三针长针 最后呢我们还是在第一针短针上面引拔 大家勾完第一针短针呢可以用记号扣扣起来 第三圈我们向左边引拔两针 这样呢就来到了三针长针中间的一针上面 然后呢我们勾起了一针 然后勾一针短针 这个长针上面呢我们总是勾短针的啊 然后中间的空隙我们勾五针长针 那么这一圈呢就是这样勾 接下来又是三针长针中间勾短针 短针上呢也是勾五针长针啊 又是三针中间勾短针 空隙里面勾五针长针 也就是说这个空隙中间的空隙跟短针上呢 我们都是勾五针长针 那么长针上面呢我们都是勾短针 最后也是在第一针短针里面引拔 第四圈很简单 我们先向左引拔三针 到五针长针中间这一针上面 我们先勾针起立针 然后在里面勾短针 这个规律不变啊 然后呢短针上面我们勾五针长针 在五针长针中间勾短针 短针上面勾五针长针 第四圈就这么勾 最后呢我们在第一针短针 也就这一针短针上面引拔 第五圈 勾法也是很简单的 我们先引拔到中间这一针 长针上 引拔三针 然后呢 在长针上面 我们勾短针 接着呢 这一针短针上面我们勾三针长针 一针锁针 三针长针 我就不勾了 前面勾过了 然后呢 又是到五针长针中间的长针上勾短针 下一针短针上呢 我们就是勾五针长针 这一圈就是交错 然后在下一针短针上呢 是勾三针长针 一针锁针 三针长针 长针中间这一针都是勾短针 这个不变 那么短针我们就是交替 一针短针上是勾五针长针 下一针短针呢就是勾三针长针 一针锁针三针长针 这样交替勾 最后呢 在勾的第一针短针上面 引拔 第六圈 我们呢就是先引拔两针 到三针的中间这一针 然后勾短针 那么这一圈呢就是 所有这种三针中间这一针呢 都是勾短针 包括这里这里都是啊 然后三针 中间的这个空隙里呢 我们是勾五针长针 短针上呢也是勾五针长针 这一圈呢就是这个规律 这里勾短针 然后到这里五针长针 再短针 五针长针 五针长针中间的这一针呢 也是勾短针 然后五针长针 这里短针 五针长针 短针 五针长针 以此类推 大家把这一圈勾完 最后呢还是在第一针短针上引拔 第七圈 这里呢我说一下规律 假如大家勾到这里 觉得不需要再勾的更大了啊 那你就开始不加不减的勾 不加不减勾的方法呢就是 开头我们都是要引拔到 中间这针长针 对吧 然后我们就勾短针 然后呢短针上呢就勾五针长针 中间长针的勾短针 就按这个规律循环勾 一直勾到这个帽子的深度 是大家自己所想要的这个深度 就可以了 那么 假如大家觉得小了 还想继续加针呢 那么你就 在中间长针上勾短针 低针短针上呢 我们就是勾三针长针 一针锁针 三针长针 然后呢又是中间长针上勾短针 然后呢短针上勾五针长针 是这样交替来勾的啊 一次是三长针 一锁针三长针 一次呢就是五针长针 这样交替勾 中间的长针永远都是勾短针 大家就按这个规律 一般呢就加完一次针之后呢 下一行就是不加不减的 短针上勾五针长针 中间长针勾短针 就按这个规律 加到自己所想要的针数啊 好 大家这个规律 勾到自己想要的这个冒为的大小 我第七圈到第十三圈呢 都是不加不减的勾的 也就是说 中间的长针上勾短针 短针上勾五针长针 这种方法 第十四圈 我们又要加针了 首先引拔到 中间这一针长针上面 我们勾一针短针 然后呢 第一针这个短针上面 我们勾三针长针 一针锁针 三针长针 然后中间长针上勾短针 下一个短针上面呢 我们勾五针长针 然后中间长针勾短针 短针上面勾三针长针 一针锁针三针长针 这边短针 这边勾五针长针 依次类推啊 这就是加针的 第十四圈 第十五圈 我们先引拔到 三针长针的中间 那么这一圈呢 无论是五针长针 或者是三针长针 中间这一针呢 我们都是勾短针的啊 中间的长针永远都是勾短针 短针上面或者是啊 这个三针长针中间的 这个空隙的地方 我们呢 都是勾五针长针 这一圈就按这个规律勾 第十六圈 一开始呢 也是先引拔到中间的长针上 然后呢 中间的长针上都是勾短针 短针上呢 都是勾五针长针 最后呢 我们都是在第一针短针上 引拔 每一圈都是如此 这样呢 十六圈就勾好了 这个帽子呢 我就勾了十六圈 然后呢 大家再用四点五的勾针 勾一条辫子针 穿入就是这个 帽顶跟帽岩交界的这条边啊 大家看什么位置 穿这个孔穿入 穿一圈 在边上打蝴蝶结就可以了 这样呢 这个帽子呢 就勾好了 好了 那今天课程到此结束了 谢谢收看 再见